我比柳如烟小五岁 刚恋爱时 他说弟弟好 弟弟才懂得怎么哄姐姐开心 但后来却对他的朋友说 穷开心有什么用 他连每个月给我买个包都做不到 当条小狗玩玩而已 他找了个成熟男人做尸个搭点 从我这里获取情绪价值 从对方那里获取钱财 简直是万全之计 直到我提出了分手 姐姐 小狗永远会给你100%的爱 但前提是 你是个称职的主人 做了12个小时的国际航班后 我疲惫又兴奋的到了家门口 今天是柳如烟的生日 我狠狠卷了两个月 把外派的工作提前干完后 悄悄回了国 我打开门喊 姐姐 我回来了 回应我的是浴室的水声 我偷偷摸摸的把蛋糕放到厨房 准备等会儿他洗完澡后给他的惊喜 随后摊在了沙发上 柳如烟放在旁边的手机亮了 微信消息提示 记得 我愣了一下 吃药 他生病了 怎么没告诉我 柳如烟经常生小病 多半是又没好好照顾自己 还不敢和我说 我有些担心 解锁点进的对话框 上一条是柳如烟发的 老公 我的心猛低沉 柳如烟 大概是出轨了 对面是个朴素的风景头像 没有备注 你成轩 网上滑 有一个视频 我点开 画面不堪入目 鱼有穿着黑色的蕾丝睡衣 眼神暧昧 跪在床上 朝镜头勾勾手 男人骂了一声 骚货 随即 恶狼一样扑了上来 脑袋里轰的一声 视频还在继续 我一把暗昧了屏幕 声音戛然而止 不会错 那是柳如烟 我呆着了半场 才重新往上翻 今天上午的时候 这个男人转账了5200 生日快乐 之后是一个酒店的地址 再往前 是大量的露骨的照片 视频和对话 其中还夹杂着许多购物链接和转账 打开日期记录 他们已经持续聊了快半年 常卫拧成一团 我继续做 我点开了那个男人的头像 朋友圈三天可见 没有内容 但封面上 是一家三口的照片 我的手指颤抖了起来 这个男人 他有家庭 我颤微的呼吸着 掏出手机 把他们的聊天记录拍了下来 一个小红点再次出现 是他的朋友 我点进对话框 是不久前的聊天 哎呦饿死我了 跟男人出去真是麻烦 还得装小鸟胃 饭也不能吃几口 你又去找秦轩了 嗯 可惜了 今天他老婆好像有点什么事 不然我就能拥有一个完美的夜晚了 不是 你真打算和他长期发展了 那不然呢 难不成我只能在陈初遥这一棵树上吊死 可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 不是还挺开心的吗 刘如烟回了个白眼emoji 穷开心有什么用 他连每个月给我买个包都做不到 姐姐是爱财如命的人 就是看他年轻好用 才当条小狗玩玩而已 要真说开心 哪里有真金白银拿在手里开心 快看看这包是不是超级漂亮 秦轩送的生日礼物 他这品味还可以 是吧 我先去洗个澡 回来聊 荒唐感逐渐笼罩了我 我难以置信 可眼前的一切都表明 我记挂在心上的女友 出轨了一个有家世的男人 为什么 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吗 是我什么时候惹他不开心了吗 第一时间 我陷入了自我怀疑 浴室的门之压一声开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他已经洗完了 我手忙脚乱的锁了屏 把手机扔到一边 柳如烟看到我 吓了一跳 初遥 随即 他撇到了动了位置的手机 一丝慌乱和戒备浮上了他的面容 他咽了下口水 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不是说要外派三个月吗 工作提前做完 就回来了 什么时候到的 刚进门 我努力装出一副无事发生的样子 他才慢慢的松了一口气 然后切换成了开心的表情 挂到了我肩上 也不说一声 我去接你啊 我想到了刚刚看到的一张图 他整个人挂在那个男人身上 对方拖着他的屁股 对近露出光洁的半身 胃里一阵翻涌 我不着痕迹的把他推开了 想赶在你生日前回来 给你个惊喜 他眼睛亮了亮 朝我伸出手 给我准备了什么 我看着他期待的神色 又想到那个崭新的妖利包 心沉了沉 把蛋糕拿了出来 他微微愣了一下 却有些掩不住失望 那是个心露骨蛋糕 刚恋爱不久的时候 我们经常一起玩这个重天游戏 从一无所有 到财富自由 对于我来说 就像是真的在那个世界里 和他建立了一个小小家园 这次 我特地找了能做警官蛋糕的店 复刻了我们的小房子 但看样子 他并不喜欢 吃蛋糕呀 但是我今天晚上吃的有点多了 而且最近胖了 不能再吃了 他甚至连丝带都没有拆 就把蛋糕推到了一旁 继续眨着眼睛看我 我垂下眼拆盒子 吃一点吧 过生日要有仪式感呀 他拉住了我的袖子 语气发急 没有别的了吗 还想要什么 他瞪大了眼睛 几次想张嘴 但都没有说出话来 我看得出来 他有些生气 却还是要克制自己 做出委屈的表情 显得特别奇怪 一个蛋糕而已 怎么能算惊喜呢 我笑着插上蜡烛 点燃 姐姐 今天见到我 还不够惊喜吗 火焰在他的瞳孔里跳动着 我却清晰地看到了 其中逐渐阴暖的冷意 过了一会儿 他推开了我 我今天有些累了 我想先休息了 你自己收拾一下吧 他走进了卧室 趴地关上了门 蜡烛渐渐燃静 把附近的奶油烧得焦黑 蜡油四处流淌 不过几分钟 整个蛋糕看上去 就变得面目全非 我在黑暗里默默地坐着 想起新路谷 曾经也是他更喜欢的游戏 但是后来慢慢地 就只剩下我一个人 偶尔会上去看一下 我们一起养的小狗 还在门前蹲着 看到我来 尾巴会摇得越来越快 但是他的女主人 却没有再回来过 我去了客房 打开了行李箱 正中间躺着 两个精心包装过的礼盒 我其实给柳如烟带了礼物 一件是羊龙披肩 他怕冷 但是又一定要打扮得漂亮 我怕道士公司又把我派出去 就想提前给他背着 还有一枚戒指 那是我在一个 跳蚤世纪逃到的古董戒指 外圈镀了一层金 英刻着万年里 内圈有一传英文 Love Everlasting 爱意永存 我觉得有些浪漫 就带回来了 但是刚刚他露出满脸失望时 我突然就不想给他了 这种没什么实际价值的东西 多半只会被他随便扔到什么角落里吧 不被珍惜的东西 怎么还给得出手呢 我躺倒在床上 捂住了脸 试图平复自己的心情 但长途飞行积攒的疲惫 在这一刻吞没了我 猴头尖色难忍 胸膛沉重地起伏着 难以忍受这种窒息感 我起身去厨房倒了杯水 从厨房 可以看到屋子的玄关 恍惚间 我记起了他向我表白的那天 当初 我们一群人出去玩 我被怂恿着送他回家 他把我堵在玄关 问我要不要做他的男朋友 我感觉特别不真实 这么闪闪发光的姐姐 难道不该喜欢一个 更成熟稳重些的男人吗 但他却突然凑我很近 灿然一笑 我漂不漂亮 他身上很香 眼尾的弧度特别勾人 我从头热到脚 说不出话 只拼命地点头 他扑斥一笑 伸手挠了挠我的下巴 所以 老男人有什么好 弟弟才懂得怎么哄姐姐开心 以后 你就是姐姐的小狗了 回到客卧 我关上了门 过了一会儿 我听到柳如烟的脚步声 他在客厅停了一会儿 朝着客卧方向走来 在门口徘徊了一分钟 又再次离开 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 我知道 他现在恐怕更生气了 以前他一有不高兴的预兆 我就会焦虑不安 想尽办法去哄他 给他赔礼道歉 一直黏着他想和好 虽然是他主动建立的关系 但我一直都是 更加患得患失的那个 柳如烟更有魅力 更游刃有余 我仿佛是因为他的意识兴起 才得到了靠近他的机会 但今天 我不仅没有任何表示 还自己搬到了客卧 我不想这样 好像在和他怄气 可我实在不知道 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他 我打开了自己和他的聊天记录 对着那些转账的日期 我想起了半年这个时间点 当时 我为了能转正 在公司连轴转熬大夜 有时候会错过他的一些消息 而等我好不容易熬过试用期 他给我发了一个三亚豪华油 我当时告诉他 我最近非常累 想在家休息 他发了挺大的脾气 摔门而出 说爱在哪里 钱就在哪里 我如果不愿意为他花钱 就是不爱他了 我把之前的记录翻了出来 才发现他给我发了很多链接 但我都没怎么回复 我知道自己有错 就和他道了歉 把那些链接都下了单补偿他 又答应等我休息一段时间后 一定带他去 他才消气了 我以为这件事到此结束了 但没想到 从那时候开始 他就已经对我心生不满了 他变得忙碌了起来 经常晚上或者周末和我说 他要加班 我没有怀疑过 但现在想来 那些时间点都和秦轩 给他转账的时间对上了 他觉得我已经不能够再满足他 于是他另辟蹊径 是指不顾那个人已经有家庭 他说 他只是把我当条小狗玩玩而已 我用被子捂住了头 无法抑制地发起抖来 我爱的人 他可能并不爱我 我只是他无聊时的慰藉 是一个提供情绪价值的工具人 明明是剩下的夜 我却只感觉遍体生寒 伤心欲绝 我几乎一夜未眠 第二天我起来时 柳如烟已经去上班了 我为你的居公司报了道 孙景看到我挂着两个大黑眼圈 有些讶异 你昨晚干嘛去了 他是这次和我一起外派的同事 我摇了摇头 时差倒不过来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这次你效率太高了 要不是你 我还得再吃一个月的炸鱼薯条 他做了个痛苦无比的表情 把我逗得笑了一下 不得不说 总部的食堂真的太难吃了 所以 今天晚上有没有空 想请你吃个饭 他把手背在后面 眨了眨眼 我下意识地摇了摇头 孙景也没再说什么 行 那就等你有空再约 回到工位上 我突然有些后悔 之前 柳如烟的厨艺一言难尽 几乎都是外食 或者在公司食堂解决 同居后 为了让他吃得健康一些 一直都是我做饭 所以同事之间有些什么活动 我从来没有参加过 听到邀约就拒绝 几乎已经变成了我的条件反射 但今天我突然有点犹豫了 真的有必要吗 我好像为了他放弃了很多 自己原本该有的生活 一早上 我都在纠结要不要重新答应孙景 但最后还是没开口 我外派的这段时间里 柳如烟又开始不规律吃饭 几次胃疼我是知道的 虽然难过 虽然有强烈的背叛感 但对他的感情却很难即刻消散 我在心里暗潮自己没底线 都被人那样嫌弃了 还在希望他无挂无碍 但中午吃饭时 我收到了一条信息 是我和柳如烟的共有梁元 发给我的截图 柳如烟更新了一条 他背着LV包的朋友圈 配文 生日礼物 有很多祝他生日快乐的评论 其中有一条 真好看 初遥品味不错 柳如烟回 想什么呢 别人送的 他是个只会送蛋糕的抠男 梁元问 你梁咋了 我打开自己的朋友圈 发现我看不到这条 他屏蔽我了 他又发来一条 你真的只给他送了蛋糕 一口气堵在心口 撞得胸腔隐隐作痛 我把筷子一扔 靠在了椅背上 面前的饭变得难以下咽 我突然意识到 自己真的好下见 我们有许多共有 其中肯定不只有梁元看见 我还在整理心情 固着他的身体 但他已经毫不在意我的名声了 与此同时 柳如烟给我发来消息 今晚加班 我狠狠地捏紧了拳头 才堪堪扼住了心里瞬间尖锐的刺痛 行 加班 心情彻底降到谷底 我打开微信 给孙景发了条信息 今晚没事了 我可以去 OK 他很快给我发了地址 下午还加了会儿班 等我们到餐厅时 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 店里人满为患 孙景去拿了好 我们前面还有好多桌 他勾着头往店里看了一圈 突然眼神一亮 走了进去 我看到他和一个男人打招呼 他们似乎是两个人坐了四人桌 随后孙景招呼我过去 姐夫 今天来得太晚了 和你们拼拼桌行吗 他介绍 这是我同事 陈初遥 初遥 这是我姐夫 秦轩 我的脚步猛低一顿 而饭桌上 一个人默然回头 我才看到 刚刚被一杯遮挡了的人 视柳如烟 看到我后 他整个人都狠狠一抖 手中的碗框地砸在了桌面上 整个饭桌上的气氛 瞬间凝固了起来 我的目光在他和秦轩之间扫尸 虽然我早就知道他说加班 必定是出来和秦轩见面 但我亲眼见到时 那种血液轰鸣的感觉 还是冲击得我头晕目眩 姐姐 不是说加班吗 孙景疑惑地眨了眨眼睛 你们认识 我面无表情 我女朋友 柳如烟脸色惨白 我正打算看他如何回应 一旁的秦轩却打破了沉默 朝我伸出了手 是如烟的男朋友呀 你好 我是他的上司 秦轩 最近我们一直在忙 今天也是加了一会儿班 看着食堂饭点已经过了 就说一起随便吃点 没想到这么巧啊 我微微挑眉 他们俩居然是上下级 同时一起吃工作餐 真是好理由 如果柳如烟绿的不是我 我都想给他鼓个掌 柳秦轩打掩护 柳如烟稍微缓过来一些 他扶正了自己的碗 露出个笑容 是啊 初遥 你也和同事来一起吃饭吗 我心里的恶念几乎冲破理智 往柳如烟身边一坐 是啊 真巧 还好遇到了你们 不然我们不知道要排多久 随后看着孙景 不是说拼桌吗 大家都认识 就更方便了 一起吃吧 无视每个人莫测的神色 我自顾自拿起菜单看了起来 秦轩沉默地挪到了座位里面 而孙景满腹疑云地坐下 我们点完菜后 饭桌上一片寂静 孙景便挑了个话题 姐夫 小月最近怎么样 是不是快上小学了 柳如烟吃饭的手微微一停 提到女儿 秦轩开始坐立不安 是啊 今年九月就去了 孙景算了算 诶 那不正好是姐姐的预产妻吗 诶 他也真是固执 之前生小月的时候那么辛苦 还想要二胎 姐夫 你可得多照顾他一点 孙景面色有些担忧 我很惊讶 秦先生都已经二胎了 他有些僵硬地点了点头 无意识地摸缩着自己空空的无名指 你看上去很年轻啊 完全看不出来啊 我朝他拜了拜 家庭美满 事业有成 真好啊 先提前恭喜恭喜 他笑得尴尬 我用手肘碰了碰柳如烟 轻轻说 你不恭喜一下吗 你上次的大喜事啊 众人的眼神都会聚到他身上 他才放下在空中悬停了很久的手 生硬地挤出了笑容 秦部长 有福同享 到时候可得请大家吃饭 好 肯定的 他放下了筷子 不再吃饭 眉头微微促起 开始搓自己的右手食指 我知道 这是他焦虑不安时的表现 看着他内心煎熬的样子 我心里竟然生起了一丝隐秘的快意 服务员开始上菜 我给自己加了点 继续说 你们公司经常加班到这么晚吗 如烟最近经常都回来的挺晚 秦轩叹了口气 没办法 工作需要 理解理解 大家都不容易 孙景却皱起了眉头 姐夫 你工作这么忙吗 孕激素会影响情绪的 经常回去的晚的话 姐姐一个人在家容易多想 我附和道 我们有个同事就是孕气老公一直加班 他在家情绪不好 不小心摔倒了 最后流产了 太可惜了 后来听说他们关系都不怎么好了 秦轩的脸色变得难看了起来 忙答应道 好好 我一定会注意的 他沉思了一会儿 视线又有意无意的扫过我 随后肉眼可见的胶着了起来 没过一会儿 就拿起了手机 发了些什么 柳如烟的手机紧接着亮了 余光里 我撇到上面写着 近期就先暂时不见面了 过了这段时间再说 然后秦轩就起了身 我吃的差不多了 如烟你看你还要不要回公司 我的活今天干的差不多了 就先回家了 孙景起身让他 我又和他握了握手 谢谢你照顾如烟 他没与我对事 敷衍的晃了晃 离开了 之后 孙景和我们就随便聊了些 吃完饭后 他打车走了 我和柳如烟在车上一语不发 从餐厅出来后 他一直面色阴沉 而我在思索 算起来 秦轩大概是从他老婆开始怀孕后 和柳如烟发生了关系 而今天恰好被我撞上 孙景又提了一嘴不回家 老婆容易多想的事 急进东窗事发 他感觉到了危险 才想暂时和柳如烟断了关系 比起柳如烟 他还是更在乎他老婆 迈进家门 柳如烟没有开灯 我差点撞上了他的后背 他在玄关处转过头来面对我 绷紧了嘴唇 语气很冲 你刚才干嘛 替你们那个同事 我愣了两秒 不是正好在聊这个事吗 就突然想起来 怎么了 外面开始刮起大风 吹得树叶刷刷作响 而柳如烟眼神晦暗不明 陈初遥 你有没有成年人该有的边界感 你同事和秦轩是亲戚 他叮嘱没问题 但你算他们的谁 你掺和这个话题做什么 他满脸怒容 而我感觉胸口那骨气又开始乱窜 连我都能看出来的是 他肯定也能 他这是在因为秦轩的态度恼火 你掺和就算了 你还像个长蛇腹一样 在背后嚼别人的八卦 你说你们同事流产什么意思 你是在咒别人老婆吗 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嘴这么毒 你跟人家什么仇什么怨 他机关枪一样的对我扫射 随后手臂一甩 讽刺又鄙夷的说 是 你突然想起来 你顺嘴说出来 你讲话压根就不需要过脑子 也多半是秦轩脾气好 故计你年纪小不懂人情事故 才没直接照你脸上来一拳 他这一句话 我从昨天忍到今天的所有负面情绪 全都瞬间爆炸 我一把拽住了他的胳膊 好 我不懂 你懂 你告诉我 你今天骗我说你要加班 是怎么个人情事故 他被我抓住 一下定在原地 是觉得我上了一天班累了 所以给我减轻负担 还是觉得我做饭不好吃 又不想直说让我难看 他开始掰我的手指 放开 我就是刚加了班 和同事吃个工作餐 那不如让我看看你的打卡记录吧 他立刻捏紧了自己的手机 我看着他紧张的样子 心里像被刀拉了的大口子 悲伤 委屈 愤怒混杂在血液里 扑扑的疯狂往外貌 好 就算你们真的是吃工作餐 这应该是我第一次遇到秦轩吧 你为什么觉得我对他有敌意 以至于要去咒他的老婆 还是说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的事 让我确实需要敌视他 我越说柳如烟眼中的惊惧越甚 窗外滚过了低沉的雷声 还有 你为什么这么生气 他都没有生气 他也没有觉得我在咒他 你再替他发火 我看自从他走了之后 你就一直不太高兴 怎么了 你们两今晚有什么事吗 放开 柳如烟的支架已经嵌进了我的肉里 但疼痛并未唤醒理智 我越发四眼无尽 是不是我出现的特别不是时候 打烂了你们原本准备 共度夜晚的美好计划 他的一声脆响 我头歪到了一边 手也松开了 屋里被一道闪电照得雪亮 我的脸火辣辣的疼 响雷炸在头顶 柳如烟高抬着手 惊怒交加 声嘶力竭的吼道 滚 陈初遥 你给我滚 滚出去 他抬手就砸碎了鞋柜上的花盆 碎片和泥土建设的到处都是 那颗绿罗就那样扭结着 横射在了敏色地毯上 我手上有凉凉的液体在往下滴 是被柳如烟抓破的伤口渗出了血珠 整个家中充斥着暴力击打万物的声音 还有他胸口激烈起伏传来的呼吸 我亲眼见证了 柳如烟情绪失控后疯狂的样子 黑沉的天幕下 我看着这个陌生的 面目争鸣的女人 突然意识到 他确实不爱我 在我捅破了这层窗户纸之后 他只是嘶吼转让我滚 他恼羞成怒 他玩弄在手中的两个男人接连让他难堪 秦轩居然的抛弃 让他意识到了自己仅仅是小三的事实 而我的口无遮拦 扯下了他最后的遮羞布 所以现在 他看我的眼神好像我是他的敌人 厘清这些念头的同时 我感觉自己所有的情绪 都像烟一样消灭在了这个空间里 就像火山爆发后 肆意的岩浆项蝌间被冻语浇灭 我对着他困惑而缓慢地眨了下眼 感觉自己好像也不爱他了 或者说 我曾经爱的那个从容 成熟的姐姐 根本就只是一片虚拟 只是他用来换取我爱的面具 直到此刻 他才露出了自己真实的样子 我默默地走进了客卧 昨天晚上还没来得及收拾的行李箱 此刻正放在床角 我拉起他 走出了房门 他没拦我 电梯门开的那一刻 我回过头 看见他此刻仍然残存着些许很利的面容 开了口 其实昨天晚上我看到他送你回来了 我也听到你和朋友说的 你对我只是玩玩而已 他的上半身藏在阴影里 我看不清表情 我自顾自地说 我昨晚上很难过 所以我没有给你礼物 但我又觉得 我太喜欢你了 如果你能和他断了 我可能会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哪怕是像今天一样被我撞见了 其实可能你哄我两句 也就过了 但是 我摇了摇头 把眼中不知何时隐满的液体挤了出来 柳如烟 我们分手吧 我拖着行李箱 在雨幕中胡乱走着 不知道到底是泪水还是雨水 在脸上纵横流淌 走了很久 我路过了一家酒店 我沙哑着声音在前台开了一间房 之后湿漉漉的躺在床上 感觉自己被抽走了所有的力气 直到猛打了几个喷嚏 我才起来冲了个澡 后半夜 我开始发烧 我强撑着从行李箱里 随便翻出了几包感冒药 干嚼了下去 在手机上请了病假 然后就陷入了光怪陆离的梦境 梦里 我身处在一片漆黑之地 前方站着柳如烟 它身上发着阴阴的微光 是这里唯一的光源 看我一眼后 它转身走了 起初 我跟在后面追 呼喊它的名字 但它一直没有回头 周围越来越飞 我越来越害怕 用尽力气朝它跑去 但我们的距离始终没有缩近 跑着跑着 我累了 我停下来皱着眉头喘粗气 一个疑问闯进了脑海 我为什么一直追着它跑 如果它想等我的话 应该会停下来的 我抬头看向前方 它已经彻底地消失在了黑暗的尽头 我有些恐惧 这里一片空气 只有我的心跳声在击打鼓摸 我抬起手 往前摸索着行走 走了不知道多久 触到了一个冰冷的面 像玻璃 这里有边界 边界瞬间让我产生了安全感 我又摸了一阵 感觉到哪里似乎传来一些闷尘的震动 于是我抬起手指 在上面敲了两下 震动越发明显 边界开始像珠网一样 在手指下均裂 我又敲了一下 下一刻 阳光撕碎了黑暗 刺进了我的眼中 我醒了 手机在旁边不停地震响 我回了一会儿神 眯着眼睛看 是孙景的电话 初遥 你在哪里啊 还有一些文件在你那里 我今天要一起交给组长 我捂住疼痛的头 看了看时间 已经十点半了 我昨天半夜发烧了 今天请假了 声音嘶哑的几乎说不出话 孙景也吓了一跳 天 声音怎么这样了 你还好吗 没事 嗯 他犹豫了一下 你在家吗 方便我过去拿一下文件吗 组长有点着急 我给你发地址吧 挂电话后 我看着天花板发呆 我想起来了 那个梦 我在外派的时候也做过 当时的梦里 我一直追着柳如烟 但怎么也追不上 最后我丧失了方向 被困在了无边的黑暗里 然后一脚踩空 垂直坠入深渊 醒来之后 我感觉一阵阵心悸 还对他说过这个梦 他当时过了很久 才回我一串省略号 一个梦而已 一个梦而已 却像是我的潜意识 比我更早察觉到不对 向我发出了预告 而昨天这次 或许心境不同 我停了下来 还碰到了黑暗的边界 然后打破了他 我曾经非常害怕 失去柳如烟 那种恐惧就像无边的黑暗 我没法想象没有他的日子 哪怕外派出国 我也要拼命地尽早赶回来 我的整个生活 就是以他为起点在开展 但这个梦里 那片黑暗没有那么大 而最后隧道的边界 看上去是如此的脆弱 我若有所思地 从床上爬了起来 烧已经退了 只是眼睛有些充血 看上去精神不是太好 略微打理了一下自己 我带着文件下楼吃了早餐 孙景来时 我已经有点燃烧了 他输了一口气 电话里听着真是病得很严重 现在看上去倒还好 他把一袋药放到我面前 不知道你有没有药 就给你带了点 你昨天不是和你女朋友 一起回家了吗 怎么今天会在酒店 我一下不知道从何说起 孙景瞬间反应了过来 啊 抱歉抱歉 这是你的私事 我摇了摇头 没什么 只是分手了而已 孙景眼睛一下就瞪大了 你分手了 嗯 不怪他这么惊讶 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我在部门里甚至有个万号叫恋爱脑 我的朋友圈里总是发和他的合照 手机电脑屏保都是他 时常把他挂在嘴边 我很黏他 他如果在家 我就一定是在家的 有一些同事就吐槽我 你简直是你女朋友的挂件 你能不能独立行走 你女朋友真的不会烦你吗 起初柳如燕的朋友们 其实也不是太看得上我 觉得我年纪小不靠谱 但是他们都慢慢的改观了 还说自己也要谈一个这样的 后来他们都觉得我们可能会走到结婚的那天 我曾经也是这么希望的 不过这些事现在都已经过去了 我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只是问孙景 你是不是住在公司附近 对 我也想在附近租个房子 但是对周围不太熟悉 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下 他还有些震惊 暮暮地点的下头 我坐的那里有很多单身公寓 我觉得还不错 我们也有一些同事是住在那边的 他给我发了几个地址 就回去上班了 我退了房 花了一下午去看了那些公寓 几乎都是可以拎包入住 我就随意选了一间和管家签了短租 把行李收拾好 差不多是下班时间了 平时这个点 我已经在回家的路上 想今天要做什么菜了 我和柳如燕的口味南辕北辙 他喜欢清淡咸鲜的口味 但我其实原本是无辣不欢的 饮食习惯其难改变 但爱他的时候 我觉得少吃点辣也没什么不行 只是如今 我好像不用再顾及这些了 我直接点了川菜外卖 打开了电视边看边吃 久违的辣椒刺激着味蕾 让我舌头又烫又疼 但过了一阵后 骨子里的湿辣基因开始苏醒 我只感觉浑身舒畅 坐在沙发上休息时 我又无意中发现了卧室的窗子 正对西边 而窗外正红暖满天 从这里看出去 能看到旁边的一片居民区 一些穿着校服的孩子 正骑着车经过 而更远处的马路上 下班的车流在有序前进 我感受着窗边吹来的微风 一切都是这么的松快 原来 一个人吃晚饭也没那么可怕 和柳如烟的生活 让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美好 但也让我缺乏对于幸福的想象 我把他和我的幸福深度捆绑在了一起 但实际上 我会因为吃到了河口的饭菜感到幸福 会因为无意中撇到美丽的风景感到幸福 会因为观看自己喜欢的影视作品 而感到幸福 我不后悔和他开启了这段关系 他让我收获爱 也付出爱 但此刻我也不后悔主动结束 因为我开始明白 幸福是一个人的主观感受 而不是依托他人才能得到的身外之物 从大天开始 一种新的生活在我面前徐徐展开了 除了孙景 这片公寓还住了几个同事 他们一听说我搬出来了 沉默一会儿后 就开始嚷着要去我家吃饭 我答应了 于是我们在小客厅中喝得醉醺醺的 我有点上脸 心情轻飘飘的 就到阳台上靠着吹了霍风 手机在这时响了起来 我随手滑开 喂 对面没声音 我疑惑的又为了一声 拿起了看了眼屏幕 竟然是柳如烟 初遥 差不多该回家了吧 她的声音传来 感觉遥远又陌生 回家 我们已经分手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 初遥 别闹了 我提的分手 在她看来是在闹脾气吗 我一直不说话 她反倒有些不安 我 给你道歉好吗 那天是我错了 我不该对你发脾气的 我哼笑了一声 感觉有点荒谬 恋爱以来 她从来没有道过歉 不管是谁的错 她从不服软 如果我不低头 她就能一直冷着我 我曾经特别害怕 那种时候的她 就好像我是路边的垃圾 她根本不会多看一眼 下一秒就会把我一脚踹走 所以我向她道歉 哄她知道她消气 她才会重新对我露出笑容 有时候我会觉得委屈 但又觉得只要她爱我 委屈一点也没什么 我会自己消化 但现在我已经不奢求她的爱了 也不打算再委屈求全了 她竟然向我道歉了 如果是以前的我 她像这样道歉 我可能已经摇着尾巴扑上去了 但现在我只是重复着那句话 柳如烟 我们已经分手了 她瞬间怒了 陈初遥 你还想怎么样 要我给你磕头认错吗 是 我是对不起你 但是你又做得很好吗 你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 我难道还非得要委屈自己吗 看 这就是她的逻辑 她其实谁都不爱 她只爱她自己 她所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愿望 我满足不了 她就去找能满足她的 我平静地说 是 我做得不好 所以现在你可以去找配得上你的人了 你 你别后悔 孙景在客厅里喊 初遥 怎么躲去阳台上了 进来继续喝呀 柳如烟的呼吸瞬间急促了起来 你在哪里 我朝孙景比了个OK 不会后悔 挂了 陈初 她的声音突兀地消失在半空 我把手机揣回口袋 回到了客厅 接下来的日子 一切都很新鲜 这是我第一次过独居生活 之前和父母住 后来住宿舍 毕业后就和柳如烟同居了 我才发现 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 原来可以做那么多的事 我开始夜跑 开始和九位联系的朋友一起打游戏 开始学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充实的生活很快就填补了另一个人的空缺 但我没想到 柳如烟会来公司蹲我 那天她听到了孙景的声音 便笃定了我身边有女生 她自行脑补了一场大戏 觉得我刚提了分手就和女孩子喝酒 多半是之前就劈腿了 于是连工作都不顾了 每天下班时就到我公司门口蹲我 我和孙景有时候会一起走 于是柳如烟更是验证了自己的猜测 我一开始没有发现 直到她找上了孙景的门 周末晚上 我听到楼下有人激烈争吵的声音 臭不要脸的必要子 勾引我男朋友 我打死你 声音有点熟悉 我在窗边看了一眼 发现竟然是柳如烟抓着孙景的头发 拼命拿包打她 我急忙冲了下去 把孙景扯到身后 你干什么 柳如烟摇晃着步子 像是喝了酒 声音颤抖 陈出谣 这才是你和我分手的理由吧 你早就有心欢了 那天不过是趁机甩掉我罢了 我火冒三丈 你简直不可理喻 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没有底线吗 我们只是朋友关系 呵 朋友 你跟朋友一起上下班 一起吃饭 一起喝酒 照你这么说 我和秦轩也是朋友了 孙景一下瞪圆了眼 你说谁 滚一边去 柳如烟想把她推开 结果自己摔倒在地上 她眼睛红红地看我 初遥 我原谅你 你也原谅我好不好 回家吧 求你了 她发丝散乱 整个人狼狈又脆弱 扑素素地掉下泪来 周围开始有人聚集过来 对着她抬起了手机 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把外套脱下了 扔到了她头上 要是在里面 先上去等我 我把孙景送到了她那栋的楼下 对不起 让你遇到这种事 她没管我的道歉 只是盯着我 她说的秦轩 是我姐夫吗 是 孙景颤抖了起来 眼里是喷不而出的怒火 我姐姐已经怀孕六个月了 她打开单元门 啪地把我关在了门外 我痛苦地靠在墙壁上 孙景是个很好的朋友 可现在 她怎么会不格硬呢 她姐姐才是这场闹剧中 最大的受害者 她和秦轩是夫妻关系 已经有一个孩子 我分手很容易 可她之后该怎么办 我心情很糟糕 回到了家里 柳如烟看上去清醒了些 正在哭 她一见到我 就扑过来 出谣 对不起 原谅我吧 我把她推回沙发 忍着火气 你出轨别人的老公 还打别人的妹妹 你到底要干什么 她满脸惶惑 我只是 我以为你们是那种关系 我受不了 你离开之后 我以为你只是一时生气 可你是认真的 我痛苦地快发疯了 我看到你跟她说说笑笑 我就受不了 我那天在小摊上说的那些话 只是对朋友口嗨 我不是和你玩玩而已 我是爱你的 我只是 一时被金钱蒙闭了头脑 你又远在国外 所以侥幸心理作祟 她急切地抓着我的手 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再也不会这样了 我可以换工作 我会把她所有的联系方式 都删干净 我保证 初遥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她痛哭流涕 拼命地道歉 我从未见过她这样 低声下气的时候 我们的地位对掉了 她成了祈求爱的那一方 这个样子 又卑微 又丑陋 让人提不起一丝爱意 之前的我也是这个样子吧 难怪她毫不珍惜 是我自己把心捧过去给她踩的 这么轻易就能得到的东西 我尚赶着送来的东西 有什么好 值得爱护珍重的 人性如此 我语气淡淡 柳如烟 我不爱你了 离开你 我才发现 原来我自己一个人 过得更好更舒服 我不用再顾及你的一切 不用再时刻担心 自己不够格站在你身边 不用再苦苦 等着你施舍给我一点爱 所以 我不想再委屈自己了 她绝望地大喊 你不是说过 小狗的爱是永永远远吗 你怎么能背叛你的沉默 她一句话把我拽进回忆 这是我刚和她在一起不久时 我们去放孔明灯 她说我是她的小狗 我就在自己的那一面 写上了这句话 小狗的爱是永永远远 她还笑我 说我居然还真的愿意当狗 有什么不愿意呢 小狗是爱和忠诚的集合体 那是我发自肺腑的沉默 可是 是她先不要的 我看着她 最后一次认真的看她 姐姐 小狗永远会给你100%的爱 但前提是 你是个称职的主人 那天 柳如烟失魂落魄地走了 而孙景请了几天假 她在回来时 对我说了抱歉 她说那天她太生气了 所以对我态度不好 但是后来她冷静下来 发现我也是受害者 不应该被她迁怒 我很高兴地接受了她的道歉 于是我们又和好录出 她说 她陪姐姐去做了迎产手术 我很心痛 六个月 胎儿都已经很大了 这对她身体的伤害得有多大 但是孙景说 福祸相依 起码是看清了这个男人 及时止损 而这个宝宝也不用降生到 无福之家受苦 对此 秦璇很恨柳如烟 因为她觉得是柳如烟 去闹了这一通 才把这件事给捅了出来 害得她家庭破裂 于是她想找个理由 让柳如烟丢工作 而柳如烟把最开始 她找自己摇骚的记录 全部发到了公司大群里 最后两个人都被开除了 孙景瑞平 狗咬狗 一嘴毛 秦璇不愿意离婚 于是孙景的姐姐起诉了 还要求追回 所有赠予柳如烟的财产 但她哪里拿得出来呢 秦璇给她的钱 她几乎都花完了 现在还丢了工作 她凑不够钱 又打电话给我 初遥 帮帮我吧 我真的走投无路了 我挂了她的电话 把她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 成年人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她追求不属于自己的奢迷生活时 就应该想到 有一天会被此反噬 至于她后面如何解决 就彻底与我无关了 而因为我在外派时表现不错 总部那边点名 要我下一季度也过去 这次外派的时间至少半年 不知道具体什么时候回来 我又喜悠悠 喜是因为外派有补贴 工资长了任谁都开心 又是因为他们的食堂实在是太 难 是 了 我塞了很多老干妈 辣椒降进行李箱 决定出门在外靠自己 登上飞机时 心情大不如前 上一次我离开 满心只有归期 但这一次却像是被打开脚铐的飞鸟 或许有遗憾 或许有探晚 但昨日之日不可留 抛下这些才能更好的飞往明天 飞机开始抬头 向云层中滑去 出生的太阳开始探出头 我的生活重新开始 从今出世院 圣如旧 全文完 我原来 哪啊 我会让你找到